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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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台灣令朝協會理事長黃真真 我從事令朝編織特色展類的推展 已經有14年了 令朝生長的區塊 是在大安溪和燕里溪 這個區塊大概10公里 那麼這個區塊就剛好是燕里 令朝這種材質的優點 我們很簡單的用六個字就可以形容 就是它是非常自然 清香 而且它親膚性非常好 前置作業首先是要剝草庫 然後要吸草 吸草就是要把一根草 最多可以分做三等份 利用它的角的部分 然後就是我們要垂草和柔草 這兩個作業程序 都是讓令朝變得更柔韌 我們可以編織更細膩的這個作品 然後我們這些作業完成以後 才可以用一般我們編草席的話 要用竹子把它剝成兩半 把它夾好來 然後才可以開始進行編織的工作 我們目前呢 林草的這個延伸的產品呢 非常多 最主要的是我們跟其他的材質結合 比方說我身上背著這個包包 是跟皮革結合 當然我們也可以跟布料結合 也可以跟其他的金屬來結合 因為它是福爾世界環保的潮流 所以我想這個產業應該非常有發展性 我想呢會有更多人喜愛 所以也會有更多的人加入 我想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產業呢 就有一個更嶄新的事蹟 可以繼續的傳承下去